大家好,我是冠月 今天来介绍这款战戒折洛尼亚 在8月6日即将上线的新游战戒折洛尼亚 是由Countours公司开发的作品 Countours开发的游戏有魔灵召唤 这应该是第一款开放世界角色扮演类型的游戏 游戏风格比较偏向二之国 日式的可爱画风 而依据封测试玩以及官网试出的情报 是比较偏向天堂类型的角色扮演 近期在台湾上线的MLRPG 大部分几乎都是欧美中古世纪风格 以及比较暗黑血腥的画风 对女生来说实在不讨喜 而这类型的游戏 女性玩家占比几乎是1%到3% 相对而言 若凡非常喜欢这游戏的可爱画风 加上时装子娃娃系统 我相信喜欢玩角色扮演的妹子 一定会特别喜欢这款战戒 所以你说这游戏值不值得玩 虽说是手机游戏 但还是有职业跨平台电脑版 至少不用再去使用会有优化问题的模拟器了 战戒共有5个职业 巨剑 简而言之就是战士 归类为近战 弓箭 远程擅长风筝的职业 走位比较灵活 宝珠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战戒的宝珠是属于法师 并不是捕师 这边记得别选错职业 法杖 奶妈来了 同上 战戒的法师属于辅助的后排职业 短剑 就是盗贼 刺客 高暴力高顺商 但却脆皮的近战职业 以上 游戏系统还没有深入玩过 只能先做个粗略介绍 因为现在游戏种类繁多 关岳在这边建议大家 初期体验不必在第一日急着课金 玩的习惯再说 而关岳要去的伺服器是 泰米尔1 有兴趣要玩的朋友 我们泰米尔见 我是关岳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通通闪开 大神官 神圣的天界 没有魔族的永生之处 真懦弱 炸 魔 这群未战者 太明尔 露失法 火 accessib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